香港在新增麻疹個案 立法山報道 本港新增 新增麻疹求診監獄個案 當中一男一女的患者在機場工作 他們分別在上個月23號和29號 在機場接種第三季麻疹疫苗 兩人日前自行求診 目前情況穩定 女患者在病毒潛伏期曾經到過台北 衛生防護中心說 接種麻疹疫苗之後 大約要兩個星期才產生免疫苗